两党具有5成以上波段获利的潜力股 好好利用预告中的拉回把握机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江江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曾经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是重挫300多点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美国可能还没有开始 可能会减少购债的行为 那第二个呢是台湾的疫情的影响 好今天整个跌幅的感觉 有点跟过去的一样 这属于什么多头市场的急跌 多头市场不怕急跌的修正 多头市场怕的是什么 缓跌的成头记好我的结论 当然今天我待会会跟各位说 电子股还有这个OTC 它因为有跌破月线 MACD也有柱状体翻黑 所以要把持股降低到五成或五成以下 然后呢把资金集中起来锁定两档 我待会会分享的波段性的潜力股 然后我最后面呢会跟各位画图 修正的尾巴一定会伴随一个什么 收缴 我待会会画给各位看 所以持续锁定我的节目 那当修正结束 收缴那一天 我会大声疾呼请各位又把现金把它换成标股 来进行今天的节目来 好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档 来头发 这档标股 我说这股票要涨 需要题材 需要题材 有题材之后它会有吸筹的效果 这一档已经涨我们掌握的第一季的 EPS是4.14元 好你看它的季增 比去年第四季真的适成 比去年的第一季真的167% 能见度很高 因为掌握的讯息是什么 未来从第一季开始 为什么它的季增能够有适成 因为缺料改善了 也因为缺料改善 造成这个毛利率大幅的提升 那我们团队的预估是今年EPS 高达18块钱 以我们以过去的历史平均本益比 比中值再高一点点 我们没有拿到最高值 我们以过去历史的平均本益比的 中值高一点点 它大概是14倍左右 我们预估会有5成的获利空间 这是第一档我5月份会锁定的潜利股 好来看第二档 第二档 好我们掌握的讯息是第一季 它的获利是40亿元 好好不好你看这个季增 头这边啊 今年第一季季增是109% 比去年第四季足足多了一倍 那如果跟去年的同期第一季比呢 它竟然年增高达233倍 一样我们掌握的讯息是什么 是产品持续涨价 毛利率从去年的第四季的14个percent 提升到19个percent 一样我们用历史的平均本益比来做预估 去做股价的3%退远的财务工程的推算 我们预估会有68个percent的获利空间 所以5月份呢 好一开始哈 如我上周预告的本周会先下 对不对 我们上周礼拜五讲得很清楚 本周油主义成本来看的话 上礼拜从高值本周要先下到低值 下到低值之后呢 会起来一个先下后上的格局 所以好好利用先下果然先下的对不对 只是说今天这个跌幅比我们上礼拜预想的 多了一些些 我待会会做详细的解析 好好把握机会 把时间跟资金浓缩起来 把这两张股票做好 那5月份你的获利就蛮大的幅度 可以来做期待 来今天大盘跌343点 上一次大跌呢 上一次大跌在16577 我跟各位讲过 你要先确认是不是多头 如果多头变空头 那你要把股票全部卖光 不可以再做多了 要去选择放空 好 那假设你的评断的模式 好的结论是他还是多头 比方说美国没有升息 台币没有升值的 这个循环还没有改变 这情况之下呢 整个经济循环的结构 没有变成空头的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他还是在多头的背景之下 记好了啊 每一次碰到拉回 涨多修正正乖离必须拉回 每一次碰到拉回啊 每一次整个地点 都是未来的底部 我过去在一万四讲过 在一万五讲过 一万六讲过 前一次讲是两个礼拜前的 一六五七七是不是 然后呢上一次一六五七七 我说是未来的底部 结果他从一六五七七涨到 一七七零九嘛 是不是足足涨了一千一百点 是不是好 也就是说因为你上一次啊 你有认同每一次多头市场 拉回整理的低点 都是未来的底部 上一次你有认同 你可以从一六五七七 然后再赚千点 所以我们上礼拜上一次 一六五七出现的时候 跟会讲我要买股票 我要买主升段标股 好啊你看看哦 是不是台胜科 是微钢 是不是食权大普汤 还有亚聚还有中石化 都是因为上一次修正到一六五七七 待会我们来看主席成本可以指 他打到了超卖区之后 你能够勇于做掌握 你才能够创造出这种获利嘛 好一六五七七前波低的 你不敢买 你偏偏要等到一七七零零 才去做追高 当然会受伤啊是不是 好那我们上礼拜也预告了 一七七零零会先下在上 好今天先下对不对 待会把握机会 我给各位做详细的解析 好 好这是兼职主生财富倍增 这是我的QR Code 这个是生活圈LINE AT的QR Code 这是Telegram的QR Code ID都是小老鼠WIN5899 如果你是刚看我的节目 欢迎各位搜寻ID 或扫导QR Code的方式呢 成为我的粉丝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 盘中盘后的独家的精准的解析 这是我的YouTube解盘频道呢 江沃宗分析师 摩托铺点鼓成金 好请各位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哦 好 如何做到点鼓成金 把时间跟资金都浓缩起来 把一档主身段标股做到最好 就是点鼓成金的精神 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Telegram 因为我过去 每每当我逮到了波段标股 我都会在Telegram 跟各位免费做分享 包含了过去一年 我们赚的154%的元金 还有旺九136% 还有最近的是谁 是第一桶 从20.15出身段结束 打回到季限 这是出身 你要先做大胆的假设 然后小心去做求证 他有没有符合主身段标股 他第一个阶段涨什么 涨123455波嘛 这是波段的出身段 出身段跟主身段之间会有什么 会有修正期 经过ABC的修正 是不是 出身段结束 第一次打回季限 这是基本功 这是技术分析的基本功 他是迎接主身段的开始 所以我们在20.15买进 好投资朋友是不是 当初20.15的加 然后涨到64.7 那总共是赚221% 这样子是100张 是创造了445万 所以投资朋友 你从第一桶 我们赚了221% 你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集中精神 集中时间 好好研究 把一档主身段标股 把它做好做满 把它赚好赚满 这都是点股成金的精神 好跟各位做分享 好我们从去年到现在 有元金 旺九跟第一桶 三档股票 这正式帮会员 赚超过100% 而且超过一倍的幅度 还蛮大的 坚持主身财富倍增 这是我对选股 带会员的操作的理念 好来 我也在Telegram 跟各位讲 每一次的趋势的技术证据 来投资 比方说1月4号 有没有 14902 我说过我帮会员创造的是什么 是全国唯一 具有预告能力的指标 就说他会把未来三个月后的 转折值 先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然后我们大胆去假设 小心做求证 我们在14902 1月4号 预估16949会来 那结果三个月过后 真的在4月9号 让各位看到 17016 是不是 好 上一次16949 完全达标达正之后 我们说 涨多吗 他必须回撤 回撤哪里 回撤支撑啊 17016点 预估回撤16577 16577守住趋势仍然是多 讨论没有 太神奇了 预告的技术 让所有粉丝 哲哲称奇 因为他回撤低点在16559 是完全在4月预告的16577 附近 投资票你注意来做比对哦 好 你看上一次16577 是不是几点 4月14号 两个多礼拜前 他出现几点指标 从高档快速修正 到20附近的超卖区 好我也跟各位上次 我说如果你刚看我节目 不懂得什么叫超卖区 我说明口诀给各位听 K值来到20 或者是20以下 这是什么超卖区 超卖区的口诀是什么 是散户因为几跌 因为大跌 散户卖过头主力会低接 好散户卖过头主力会低接 从16577 散户卖过头了 主力低接之后 筹码是不是从散户的手中 转到主力身上 好当筹码从散户手中 转到主力身上之后 大盘从165 16577足足涨了1100点 上一次底价 16577好是不是四千价 然后你看到什么 17709这一段啊 是不是完全由这个超卖区 所造成的 好那你看我上礼拜五 我怎么说 K值高档 K值高档有些年下完 所以我说了 他必须要什么回来嘛 每次指标过热拉回低点 去锁定未来底部 所以我们上礼拜预告什么 他会回撤 强势点回到刚破50左右 那弱势一点回到20以下 是不是好 我今天盘中画图在17288 是不是一模一样 上礼拜还没发生的 今天画给各位看 今天完全出来了对不对 好那收盘比17288低 那怎么办 好来看我电脑的图形的解说了 好投资来 来看这个是主力成本的K线 投资来 好稍微调整一下 好OK 好你看哈 上礼拜是不是高 上礼拜在非常之高的位置嘛 那今天是打到收盘在哪里 16.07了 投资是不是 是完全如我上礼拜所说的 K值过热之后 今天回到哪里 回到20以下 是不是超卖区 好投资 这里是不是超卖 超卖伴随都是下跌的恐慌 因为下跌所以恐慌 超卖区是下跌的恐慌 好上一次16577超卖区下跌的恐慌 投资你看哦 他每一次打到超卖区都伴随什么 伴随先下跌 都伴随一个先下跌 甚至是什么是急跌的走势 因为跌恐慌所以卖 造成了超卖嘛 因为跌恐慌 所以卖造成散物超卖 今天也是一模一样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超卖区过后呢 那下一次 他重新站回了60分钟线的K线 他形成什么 形成涨势了 所以我来看今天收盘价 今天收1722 你注意这个数字哦 这个数字在哪里 17334跟249 17334未来重新涨回来 就可以几乎可以笃定多头 又可以重新攻击 这是目前的看法是说 上礼拜是指标偏热的拉回 所以我们预估本周会先下再上 好那今天真的下了 而且下的幅度还蛮大的 属于什么 多头市场过去曾经常常出现的 还涨急跌的惯性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回答的 这个今天跌到1722之后呢 低档我认为是不会太多 但是来看日线哦 来看日线来 好大盘目前月线人手稳 他的主趋势人是多 所以没有问题 季线人守住季线生命线人是多 也没有问题 那MACD特别留意一下 如果明天他变成什么 变成了黑 变成他翻黑的情况之下呢 代表什么代表整理的时间会变长 然后呢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刚预告的 每一次拉回的结束 确认结束那个点位 一定会伴随什么 MACD的收缴 什么意思我画给各位看 你就一目了然 好每一次回档过后 他必须要什么收缴 他必须要有什么收缴的动作 有没有一个翻黑之后整理 要止跌的时候一定会收缴 有没有 他一定会收缴 他一定会收缴 好你看他每一次收缴的位置 都是整理结束的有没有 每一次收缴的位置 都是整理结束之后要攻击 每一次收缴之后 都是整理结束 整理结束之后要攻击 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 所以你看哦 这是过去涨的结构 你看我画得很清楚 每一次多头的整理结束后 一定会有那个收缴的这个动作 所以你现在做一件事情 先把持股降到五成或五成以下 然后呢耐心等 教堂老师跟各位说收缴了 准备要起攻了 要攻击了那个上纳 瞬间把你降之前降低的 持股水位的现金 把它瞬间转换成标股 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哦 因为今天大盘很明显 大盘还没有破月线对不对 可是我们旧线润线 我讲的都是实话 这个不一样哦 这个是电子吗 电子指数 电子类的指数 它有稍微跌破的月线 MHC也形成什么 形成翻黑 所以一样哦 等它什么 等它修正结束 等收缴 等收缴 等收缴的那个证据 这样就很清楚了对不对 每次多头整理结束之后 一旦收缴就攻击了 一旦收缴都有攻击的这个状态 所以目前就是 因为它破月线代表什么 过去20天进场的筹码 确实形成短套的现象 那有套牢 就会有停损有卖压 有卖压就会让整理时间脱长 那脱长脱多长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只能够跟各位讲 它一旦出现止跌MACD 必收缴 所以目前我只做好一件事情 观察电子指数何时收缴 它就是再度重新把现金 换成标股的最佳的时机 好一样 这是以上针对电子的解析 好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OTC 今天也是一样哦 好有没有 这是过去以来 有没有破了 破了谁 破了月线 有没有 破了月线 MACD 也是其实还是一个持续什么 翻黑的状态 我们一样哦 那先等什么 等它修正之后收缴 什么时候收缴 什么时候收缴 什么时候就会有波段涨势 是不是 你看哦 过去每一段波段涨势 是出现前MACD必收缴 所以你看看哦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MACD收缴那个讯号 是不是 是你必须唯一 真正去锁定的最好的买点 懂哦 所以学技术分析不是乱学 是学对你真正有帮助 然后呢 把它全部套用在你的实战操作 那今天确实破月线啊 那破月线你手中 假设电子股很多 中小型电子股 中小型的股票很多 而且形成破月线的 你当然必须要清一清啊 必须把持股降低 保留你未来 我各位讲的 MACD收缴之后的站立 这是我今天跟各位讲的 应该是够清楚了 非常清楚的操作的理念了 来那五月不离什么 我待会讲 投资朋友你必须完全避开 转折扣高的族群 我昨天礼拜六礼拜天啊 我特别在发站报的时候 有特别讲 把那个三五五的同志啊 他的月转折的结构 跟各位讲的很清楚啊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留意 有些股票 投资朋友你看哦 为什么我举例他 为什么我举例他 他会跌 你看所有会涨的股票 他都是扣什么 扣高值 他不能够啊 所以我讲的股票都是扣低值 他不能够扣高 你看这个同志 之前是扣低嘛 好扣站上转折叫扣低 站上转折值叫扣低转折 叫一路涨 找到什么时候结束 这里扣高 有没有扣高 下次这个是四月 这是五月 今天是五月第一天 这是六月 也就是说他三个月的时间 都会被高转折所压抑住 所以这种股票他不可能变成组身段 还记得吗 江老师各位分享的 组身段SOP有三个 第一个他要站上月线 第二个他要扣低转折 第三个要有突破形态 所以很明显三五月的同志 他完全是扣高转折头发 你看哦 你看今天为什么4968的 这个立即跳过点停 轻一色头发 轻一色他也是扣什么 扣低高转折 所以我说过了扣高转折的 他不可能进入主身段 这是江老师意再重复的 跟各位讲的SOP 你要赚钱 你要制定必自胜的 标准作为程序 选标股是有程序的 你必须按 按部就班来 符合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 全部都符合才纳入股票值 才可以操作的意思 你看这个完全就不行啊 完全没有扣低转折啊 好来这是6531的爱普 有没有 完全没有扣低转折 都是扣高啊 这是月线哦好 3228的金利科 有没有也是扣高值啊 扣高值就是他完全没有资格 进入主身段的意思 是不是 所以我说了 要赚就赚暴力 要做就做主身段 要赚就赚主身段 所以你第一个关卡 你必须把不符合主身段的 全部都暂时摆在旁边 6533的金星科 很标准你看 这都是一个标准的 技术分析的教学的 扣低转折 扣低转折 连续5个月扣低转折 他金星科的月线 出现年五红 那一旦变成扣高转折 连续2个月线 形成黑黑 是不是 所以清楚摆在你眼前 唯有扣低转折的 才有机会进入主身段 这是我一再重复 而且我会一辈子坚持的事情 6129的普产扣高转折 3661的四星扣高转折 不过你看他 你看他的现行哦 5月6月7月 他8 9月又会碰了 你要避开这个风险 他8 9月如同这个位置 重新扣低转折 他又会碰了 是不是 所以股市股票 没有永远多投 也没有永远空投 他是个循环 是个多空转折的循环 所以你看我们的转折 发挥多大的神奇的功效 他会提早 告诉你他是扣高还是扣低 所以你就完全避开扣高的 这样子我相信 我相信风险能够 比较能够能够自然的避开 来看这个8086的红解科 是不是扣高值 3059的华金科 也是扣高值 扣高值不要碰 3413的金顶扣高值 好的 来哦 以上你看到什么 是扣高的股票 然后呢 你同理做个比较 你看我们扣低的第一桶 是不是 有很清楚 好我们扣低的1314的中实化 为什么他能够涨 他跟电子股不一样 扣低值就很清楚啊 所以我说过 我把我的技术 把我的理念 把我的获利的依据 呈现在各位在各位眼前 他4月多5月多 6月还是多啊 所以整理过后 他还是要负责喷啊 因为他是扣低转折 符合主升段股的股票 来看这个大成钢 直接看他走低 5月第一天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因为他还是什么 属于扣低转折的心态 长虹休息长虹都有可能啊 所以特别特别留意 说你必须一定要坚持坚持 再坚持 在股市不管是大盘攻击 大盘拉回整理 你永远可以做的 他就必须要符合 标准作业程序 SOP主升段的SOP 站上月线 转折扣低要有一个突破 攻击的形态啊 所以我刚刚特别针对我的字卡 第一个要件5月布局什么 先完全避开转折扣高的族群 好然后持股五成或以下 然后锁定转折扣低 有没有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模一样 然后就什么持长性的标股 然后呢你特别留意 我刚刚讲的17334 好我们取诊数17400 17400重新站上 那MACD必收缴 必收缴之后就必有攻击走势 所以耐心等 持续守定我的节目 当讯号出现那一天 我一定会讲的很清楚 来看主升段标股 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过去段时间 我们怎么带会员操作的 我们只做主升段 重复一次 站上月线转折扣低突破证据 没有个人的偏好跟固执 没有固执 没有偏好跟固执 没有传产电子之分 只有是不是主升段之别 你看这元金 对不对 结果昨天好消息又来了 今年我从年初到现在 到三月中旬 总共在telegram 这个还有在脸书 发表过五篇的研究报告 说这个最近一次是特斯拉 结合太阳能 有没有 当特斯拉结合太阳能 会蹦出火花 一个月前预告的 产业的趋势发展 昨天正式的出现利多了 好元金 有没有 正式打入特斯拉供应链 这是一个趋势性的结构变化 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 什么样的股票最会标 过去没有的题材 然后呢 从现在开始有 那未来只会越来越多 就是长线成长潜力的标股的 必备的结构性证据 我认为元金已经完全符合了 所以持续看好 这是旺久 11.36倍 这是我们2月1号买进的 2019 2009的20.15的第一桶 我刚刚各位说过了 出生段结束 回这之前好不好 跌是不是很可怕 可是你要搞清楚 他是在什么样未接的修正 他明明是在出生段结束之后的 要进入主生段前的修正换手 那你这不是一个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主生段来临前最好的机会吗 是不是你看我们赚75%报老不卖 92%不卖 1.38倍不卖 165%了 179了 207了 221%了 我刚刚各位讲过 第一桶即使5月份出现 跟大成钢线行是一模一样 即使出现黑K 6月份还是会喷 所以我们的长线波段 还是钢铁股 还是看好 还是看好跟各位做分享哦 也就是说我一直坚持 找到并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把主生段的事情做好就OK了 来 这是大成钢 你们看到月转折三连多吗 庆一色永远都只锁定月转折三连多 没有三连多绝对不碰 那万一你买进后 比方说你买进上周五买进 今天因为大财的关系 他变成三连多的证据消失 赶快卖赶快停损卖 懂我意思吗 所以所有的标股 就我的理念 我的技术论点而言 他都必须有三连多的加持 你看这个大成钢 是很明确 而且我认为波段还没有结束 台胜科 好我们今天获利出场 161买进 喷到204 这样赚27% 那因为今天OTC我刚讲过了 破月线 电子破月线 那他也是中小型的股票 获利出场 有没有有凭有据 来看这个记忆体的模组 威钢跟实权 那我是不是在起场那天讲 在刚发动那一天讲 而且买点掌握到非常漂亮 有没有 这个记忆体模组 库存利益毛利加分 来 这是威钢98.9 是不是今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还在创新高 好你看哦 98.9的威钢 4月23号上上礼拜五 那经过6天的时间 因为上周有这个廉价 经过6天时间 变成130.5 所以还没两位数 还没上位数 变成上位数 而且到了130 那这样子就有32%的获利 是不是 我们没有卖光 我们有减满 但是没有卖光 所以更会坚持的 唯有主身段 才能够获利满满哦 好这是实权56.7 喷到29% 获利减码一半 今天再减码一半 这是连结 我们今天把他 一样把他获利出新 把另外一半获利出新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电子股 电子股破月线 OTC破月线 你看都是有评有据 看到什么做什么 按照证据 有多少证据 做多少动作 这样子才能够贴近盘面 才能够贴近趋势成为赢家 来 一样我们看我们忠实化 有没有 三年多的忠实化 那一样嘛 今天创新高嘛 我们一样看好 为什么 因为他五月 五月跟六月 还是扣低值 包含上礼拜各位掌握的 独家掌握的第一季季报即将放榜 有没有 闪瞎市场眼睛 有没有 31.2的雅距 今天碰到哪里 今天碰到36.6 三天17% 是不是 那这些都是大家都会证明 就是 把主生的这件事情 做好之后 能够稳健的获利 这是我们一月以来 累积的获利 坚持主生 抓对大主流 大盘回撤 听好了两个结论 把因为 OTC跟电子股 破月线的关系 所以持股降到五成或以下 然后呢 把持股集中锁定两档股票 你可以透过LINE AT留言加168 或者是0800 66 8085 跟我们一起来锁定这两档 五月潜力标股第一档 还有五月潜力标股第二档 都可以透过这个 来跟我们同步掌握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 五月份第一标股 波段喷出之前 最好的卡位布局的时机 请各位好好的把握机会了 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 摩尔证券头部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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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